爱彼佑 美彼渡 吃醉的走不开心头 别灵死 别灵死 三明治愁和逍遥 自由又组组 陈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困难 因为是卢委员她去募款 然后我来执行 那我们有就自己定了三个目标 一个就是来推动我们台湾本地 也就是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 第二个就是要拉距城乡的这个距离 第三个希望我们的台湾的文化 能够国际化 我是觉得台湾的音乐 例如台湾的歌谣等等 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那我们看过去像巴尔托克 这样有名的音乐家 他也是用他的民谣 来做创作的泉源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给予台湾民谣 赋予他们一个新的生命 空洞市成立是一股对社会的一种认同 大家要来集合嘛 在37岁之前 之前我不曉得什麼叫發展 你不要相信 以前就是練書作品 練書作品 幾乎沒有參加什麼社團活動 所以你看到天空就是這麼小一片 因為本書文教經濟會 辦了很多活動 原來這麼好玩 我並沒有很傲人的成績說 我從名校畢業或者是 我拿到很高的成績這樣 可是我把我過去所做的工作 很用心地整理了一份作品集給他 那他就馬上就答應 而且很快地就給我實質上金錢上幫助 我覺得這是讓我最感動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關係是建立在互信上 而不是一個表格 或者一個很正式的申請流程 很知識化的一個規矩 來主持久前並不是說 直接地就做鄉土的什麼這一點 他們反而是從文化方面來著手 從文史整理 從古蹟保存 從民進 各種各樣的音樂表演 或者藝術表演 然後把它深入到這個學校 或者是社區 既然我們能夠累積這麼好的 這些藝術文化 我希望它能夠透過文化創意產業 或者數位內容的這樣的一個產業 能夠形象到全世界 我們要讓世界看到台灣 鑽石的台灣 應該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讓大家認識